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化美生活 Hello大家好 我是Met's Mama Hello大家好 我是Met's Baba Hello大家好 我是Angie 我们又回来了 她这个几年房子比我们车都哪里 一年十套房 没有没有没有 四套四套 半年四套 哎呦我的天 半年四套房 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学了一大堆 拿了一大堆专业之后 其实真的 不光你秀的 很虚 你这一人能把一房子的事儿捡办了 其实我是一十八线小城市出来的孩子 那时候没有想到外面的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 总得有点原因嘛 为什么要移民 如果我的人生有移动 我能活到一百岁 那我每一天都一样生活在同一个地方 吃类似的饭 然后经历着交同样的朋友 然后经历一样的事情 做同一份工作 我可能活到一百岁 我相当于我这辈子活了一天 移民的人一般都是喜欢折腾 对吧 这种理由其实挺好的 我其实不爱听那种说 哎呀 就是为了孩子 你们那冷呢 她说加拿大除了BC省 哪冬出都挺冷的 然后我当时就把移民的这个 我就把我的下一步标 在BC省了 崴了之后 当时疼得我 眼泪刷刷就下来了 那脚踝的那个位置 有一块小骨头挽出来了 然后塞不进去 听了就疼 一个星期就是孩子就饿着 我就真的没饭吃了 这个时候有后悔过 就是觉得我干嘛要来这儿呢 想过吗 17年8月12号 大家回想一下 那时候东哥华房价制高点 对 现在省捐价好像40万吧 东哥华那时候 80万只能买个小两居 真的好舒服 然后在那儿就住了一宿 然后我又问我那个同行朋友 这是哪儿 他说KO 喜欢怎么看怎么喜欢 然后我就搬过去了 在那边拿到了工作offer 以后就搬过去了 然后搬过去了之后 反正在那边住的时间 算是最长的 目前为止 我在那边住了三年半 接近四年的时间 基本 嗯 太随意了 对吧 看到沙滩上有一群小脏孩 就在那生活了 而且这年要是开车没走哪条线 没路过也就算了 是吧 这开车路过一个地儿 而且到那地儿都不知道是啥 还得问一下这是哪儿 缘分 这些年华人越来越多了 对 但我从来没后悔过 我觉得这几年在那儿 夏天的每天都是美好的回忆 真的特别幸福 夏天提到Kelona都得充满了爱 对 因为Kelona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度假生地 对 好多从安省啊 就从东部的城市 也有好多人 退休之后 就搬到Kelona生活 还有现在很多像他们IT圈的 需要可以在家办公的 就把什么BC的 什么温哥华的 什么安多伦多大房子一卖 往那住着 对当时也是因为那房价便宜嘛 那年的时候当时 19年咱们温哥华往那儿讲 他没怎么讲 他那都是刚需啊 投资货还是少一些 那时候八二多万在这儿 就能买个两居 在那边也能买个湖景大house 然后但是现在肯定不可能了 现在房价高了很多很多了 但是也比大温大多地区 肯定还是要便宜 对 我们之前做过一集 做过一两集去Kelona玩 其实就是因为安妮在 对 当时跟我们吹说要多好多好多好 然后我们就看了 的确挺美的 对 那个城市Matt也是在那玩的很开心 但我们去年还不是最好的记忆 对 但是呢 你们没被我 你们只是被我勾引去 那个就什么 看了一看 对 我被你们勾搭着 就直接搬来南修里 哈哈哈哈 还是我们的力量更大一些 是啊 对 我们之所以认识也是通过这个小节目 是啊 是的 当时什么时候看我们的节目 真的 细心不太好 哈哈哈哈 反正看了我们的节目 就跟我们留言 后来就 一年三套房 一年三 还是个看房子 对 还是喜欢房子 对房子的热情真是 对 咱们没什么大钱吧 但是就是喜欢折腾 然后对这房子 我就一直就是喜欢小而美 然后就是比较能折腾 我当时是因为疫情嘛 觉得房价有点要上涨 就觉得怕通货膨胀 然后想要不要折腾折腾 要不要投资什么的 看了那个节目 这样的意思 但确实是投资对了 这一年呢 这疫情来了这两年 但是最近这一年 这个房子真的是涨得太厉害了 确实是你如果手上有一套房 更多的房 那你确实能够抗这个 我不是劝人买房 不是 现在 我觉得 现在不敢说了 现在不敢说了 现在因为它已经是高点了 但我现在 其实我们觉得一年前那个时候 还是 就是如果你手上能有一两套房的话 确实是还是 一个投机的好选择 但我现在真正炒房成功的 往往都是那种 不是为了炒房子 就是为了住 是吧 在这买一套 在那买一套的 然后炒房也挺成功 就是安静 对 没有没有没有 咱就说说先说Kilona 呗 去了就买房了吗 去了就买了 看了房第三天晚上 一套新上盘的 当时就订了 也太效率了 就是我们去的那个 去你家看到那个湖景房 就是那一套 很小的湖景了 但是我也挺满足的 但是有湖景 有湖景 它那几面窗都能看到 但是等于载一个半山腰 对 然后有落地的大玻璃 就去那个客厅 我们印象特别深 对 对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房子的人 我不是说就是真的是小打小闹 绝对不是专业炒房 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爱好 自己热爱 就是怎么说呢 我小的时候 16岁以前我们家搬过8次家 可以 因为就是都是很小的房子 但是我觉得我继承了一点就是什么 我就觉得我们爱折腾 但是我们是属于对生活有追求的人 总还是想这个能再好一点 然后当时就也是因为喜欢房子 也是原因之一 选到Pirona 那房子买 然后呢就是喜欢房子 喜欢阳光 喜欢海岸 喜欢湖 很漂亮那套房子 对 那个大客厅孩子在里边耍了 爽了 但是也有没有想到的东西 华人买房子要谨慎 特别像我这种多少能力比较差的 那个是 当时就是想在中国一直住公寓 一直一个 就到这边就想换一种感觉 大家来了可能都想买一下房子 那当时我的钱不够 可能就买温哥华就比较吃力 那我就去买到Kelona 那这种房子当时就觉得很美 前院后院侧院都有树 还有果树 还有园子还有什么的 觉得太美了 然后开心住过去了 如果你要需要图片的话 回头我也给你截图两个 我买房子的时候 这个绿树是这个样子 院子是这样的 然后卖房 没卖房 还就是离开那个房子的时候 我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那个园子就 感觉对不起那个园子 对不起我那套房子 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看到果树过圆 都没有 都被我慌了 然后真的是你想 理想是很丰满的 当时想的是自动浇水系统 能怎么的呀 但是园子里的活太多了 像我这样一个全职妈妈 后来很快就工作了 投入工作又全职带孩子 又投入工作 当然也是给自己懒找借口 那个就是第一年前院的草 幸好邻居没投诉 就真的是 然后自己甚至都懒得打电话 去找那种修草的那种公司 就这样懒了三年 到第二年开始修 就捡捡草坪 然后后院真的是一塌糊涂 就非常不要像我学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榜样 就是你要是真的决定住house 你还是有像match爸爸这样 非常勤劳的劳动力 match爸爸是因为买了所有的 弄园子的工作 你现在不好意思不弄了 不好意思请人弄了 对 花了那么多点 一定要有这样的人力和精力和爱好 才能住house 那我这回搬到南宿里 我真的就是买了一个连牌 我觉得我整个人生 幸福指数上升很多 对 就是因为只有两 就只有我和我女儿的这个家 我们用不了很大的房子 然后这个连牌外面都被外包了 然后呢 而且我搬到南宿里 大家都问我为什么搬南宿里 然后我非常不好意思 但是也非常真诚的说一句 为了吃 就毕竟还是中国味 再加上动手能力也不是很强 就始终是因为我这两个缺点 然后当时在Kelona好处是开车不好 但是路况比较简单还行 但那边外卖就选择比较少 然后当时就觉得大温地区 可能大家说励志文和事 但是对我来说 我对吃要求也没那么高 高要求也不那么高 我觉得南宿里足够 搬来南宿里之后 房子外面不用打理了 院子没有院子要打理了 然后吃的有人给我送外卖 然后我就只要管好工作和房 和孩子就好了 我觉得人生整个就是 burden没有了很多 我觉得我最不擅长的东西就去掉了 这也就是我搬来的原因 但是我依然很爱我的Kelona 我也许有一天还会搬回去 南宿里这么好的房子 他夸的这么好 没住两天 现在又打个卖了 具体为啥 咱们待会再说 说回Kelona 你到Kelona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然后那时候孩子也就该上学了 然后到Kelona之后 我可能第一个任务就是 我必须要马上找到一份工作 我必须要给自己一个足够的理由 帮我搬到这里 然后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也想 其实我是拿到offer之后 再彻底从下省搬过去 我去Kelona看房那一次 我就已经开始找工作了 然后其实找工作这个 我们可以单开一起讲 找工作这个是真的 也是经历了很多 也是好几份不同的工作 挺折腾的 然后先是 就是为了找工作是找工作 包括也为了融入社会吧 就是跟看看 因为我在国内一直都是 professional路线 然后在大公司 可能也觉得有点tire 我想移民了 既然要住不一样的房子 我也想体验一下 不同人的生活 不同工种的工作 好多人都是这样 都是有一个梦想 就没干过 这山王的那山高 像Angie这样在国内 你说就一帆风顺的 先是学校 然后留学 是吧 各种学历拿到手 然后去大公司 去微转的招品棍 就是觉得 在这office这种的工作 对 白脸工作有点腻了 然后到那儿就开始 开始动了心 觉得自己啥都能干 就觉得蓝脸工作 怎么那么有趣 对啊 而且又听说 在加拿大这边 蓝脸挣钱也不少 是吧 真的是那么小 然后还不动脑子 是吧 对 当时就想做做 不动脑子的工作 所以我第一份工作 大家想不到干嘛的 我在liquid store卖酒 liquid store 是吧 卖酒的那种商店 对 我在那个酒 酒职 还不是酒庄 就是酒店 那不是hotel那个酒店 是liquid store那个酒店 就是卖酒 小区里社区 还不是政府的那种 就是一个私人的酒店 去卖酒 就是烟酒 烟酒商店 不卖烟 卖酒 然后去卖酒 但是这份工作 是怎么找到的呢 当然对我第一份 加拿大的工作 其实你国内的很多经历 在找工作 新移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是不认的 不但不认 甚至还会成为你的burden 很多人就会觉得 你overqualified 你就这个超出 你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是 特别是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地产经纪跟我说 我说我想去大公司 我说我以前工作都在大公司 他说在我们这儿 就是给人搬开玩笑 说一个公司要超过五个人 是认为大公司 然后我说天哪 那肯定用 我就没用五支地 那我在大公司做一个很细 很专的一个方向 我说那我就随便投建立 只要是那个网上 就是我真的是没给自己设限 是个那个工作我就投 然后结果最好误打误撞的 很多人都觉得 就是overqualified 或者怎样 不好找第一份工作很难 但是当时这个酒店是一个 就是这个酒 卖酒的这个小店是一个印度人开的 当时也是挺感激 我这一路还就是华人很多 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第三 就是印度人 演义 然后当时 但是我还比较open 我这一路还真不少贵人 就什么哪的都有 但是还真遇到过几次关键时刻 印度的贵人 他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本身他的文化 跟我们有类似的地方 他也是亚洲文化 然后他也是喜欢移民 然后他移民来之后也都很难 然后他们抱团取揽的那种精神 挺爱人震撼的 然后他会自然而然的 就带着一种同理心 他说我理解 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都相信你现在要找这样一份工作 你是真心的 然后呢 就打了一个电话 我都没见过他 然后他就说那你就来吧 然后我就去卖酒 真好 但是 其实所谓 刚才一直在说 overqualified 就是我们在这边也经常会遇到 就是你在国内有时候 你学历太高 工作背景太高 然后到这儿你找一个 特别找一个普通的工作 人会觉得 你不是真心想来干的 是吧 你干不成 是的 包括我去 就是我不是重新回到大学去上学吗 他让我写的那个就是你的学历 我都没写研究生 他觉得我就写到大学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写到研究生人觉得你个研究生 还要回来到我这来去读这种 对 重新读这种相当于是college这种学厂 对 就会觉得很奇怪 对 那这为什么这很多人 人就不上大学 就上了那个成人高中 或者就上高中毕业以后就找工作 因为他需要干这些工作 你用那些学历 有时候反而成了一个负担了 是吧 反而没有用 不过Andy最大的优势是语言没问题 对啊 那那个接着我们接着聊 就是在这个小酒店 我说为什么卖酒不卖了 对啊那么好和工作 我卖了两天 我就卖了两天 那个咋回事呢 是因为你学历太高不想干了 不是做培训的我根本干不了 我发现我那个能力不足 那个干了两天 第一天培训 打翻六瓶啤酒 我之前只想到我要去卖酒 没想到我还得搬酒 我把酒从那个就是要搬 放到货架上挺沉的 那玻璃瓶然后里头又liquid又水 你打翻的还是玻璃瓶的 啤酒是吗 啤酒 它是一件 几个一串拎起来 然后不怎么的 就没拎住 就从小就没干过体力 就是那一串是六个 你整个就掉了 半达 半达整个就掉下去了 你是给人砸买卖的 然后对啊 我这也一看 原来自己真不适合干这个 搬不动 但它还是小件 还有那种大件 你真搬不动 然后发现原来是这样 那就只能辞职了 就是工作不要 没缘分 没缘分 这印度老哥太可怜了 你说看着一个西民 大姐 大姐 印度大姐说看西民给他点照顾吧 一来就把我酒砸了 砸砸砸 但我还在说他一句好话 特仗义 因为我没有给那家店 带来任何利润的情况下 我去了 还得有别人陪着 还得有别人给搬酒 然后还打碎了 不但没让我陪那三 那两天的还是三天的那个 工资还给了 陪啊 哇 真的是有争取 对 居然是最低小时工资 但是人家很很守法 就即使是培训 真的就 哎呀 真的是挺让人敬佩的 这种这种店主 对 印度大姐 其实刚才你说 说这个新移民有时候 不只新移民 有时候老华裔印裔之间互相怎么着 其实更多互相的这个这种 这是因为不了解 应该互相不接触 都不接触 而印度人其实在这方面做的好 对 他们移民之间的互相帮助做的特别好 他们经常是来一个人 然后帮助很多人 一大家子都来了 对 所以你看这边印度的房子 全是房间特别多 对对对 真的 包括我在公司 在现在微软也是 华人和印度人很多 对 然后那个能看得出来 真的是他们很团结 对 不光对他们民族内部团结 我觉得他们对我们也挺好的 对 因为都是属于少数裔 然后互相之间 都是有那种共通的东西 一说一些point 大家都互相理解 对 尤其都是移民 尤其就是新移民的时候 对 大家真的是要抱团 互相帮助 对 不光是说华裔印裔 就各种新移民 大家应该抱团 我受到过很多贵人的帮助 任何这个益都有 然后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 我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遇到其他人 我也尽可能去帮助他 很多东西是传递的是流动的 对 对 其实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本身 就不应该有设那么多天然的屏障 对 是吧 尤其大家就是生活在一个这种社区里 或者是工作在一个公司里 我觉得这种天然的屏障不要有 那人和人之间就会更好的沟通和交流 对 行 天然的屏障不要 我这体力的屏障 这砸完酒以后 该换工作了呗 对 第二份工作 无缝对接 第二份工作 这时候就还是交朋友很重要吧 然后我那个工作是当时一个地产经纪 就是他们团队里的地产经纪 他一个朋友银居一百人 他新开了一个会计公司 在招那个类似于助理bookkeeper 那我其实没有任何会计行业的背景 虽然学了一大堆 但是没有会计行业背景 但是就还是那句话 不要给自己设限 你这胆子也够大 这会计的事上都在动 bookkeeper 然后其实他也没 我说要证了 我说不用证 你来试试吧 我说好 然后我就去试试 当时一起去试的行业是三个女生 另外两个都是UBCO 因为UBC在那边 Okenaga有个分校 UBCO另外他们的学生 然后有印度裔的也有个衣服放了 反正这都有吧 然后我们去 没想到试用期结束了之后 老板就把我留下了 就把我转正 我说我真的没有经验 然后他们那个UBC的 还都是筷子班的 然后我说我没有经验 他说我看中你做事靠谱 还是那句话又回到这个做事靠谱 说那就做吧 其实我不是一多信息的人 但是我会是一个责任心比较强的人 天生不是 但是我会去有意的去刻意去训练 然后我就做了 其实也就两个多月的Blukeeping 然后在这个 我觉得没有一份经验是浪费的 就是人生没有弯路 你走过的路就是走过的路 你做的开心 那好那就好 做的不好 那你就是当时一个less learn 就上了一课给自己 然后像这次会计 至少我从一个加拿大报税小白 自己敢给自己做账了 就是在后面我虽然有会计 有这几年有会计 但是我永远都是我会计 最喜欢的那个客户 我会最早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最stress 写出来 就给他 然后对吧 就是你给别人方便 别人就给你方便 对 很多事情真的都是相互 这还是学能力相 对 这个学霸 从小就是学霸 拿了一堆文凭 然后还敢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 对 而且你这个 这个也干了两个月 两个月 对 两个月 然后当时就是 都试验了一下 其实心里就有谱了 知道我不适合这种工作 然后觉得自己之前想多了 之前在那个做白领的时候 就想 我的梦想就是要去开一家咖啡厅 每天卖咖啡 所有的小诗都这么想 开个书店 开个书店的咖啡厅 是标配 对对对 然后但是真正的体验了 也觉得 哎呀 我还是干自己本专业吧 然后我还是想想办法 看有没有可能 然后我也中间也一直没有逛 就是去投递一下老东家 然后一个简历就投到总部去了 那好在呢 还是因为当年在微软中国的时候 在总部干活还算靠谱吧 所以那时候上进心不是很强 但是这个有了孩子以后 就母性大发 就上进心不是很强 这是承认的 然后但做事的时候 还是会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工作 那业绩也还算可以 再加上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之前的老板 现在也是闺蜜 就是在美国也是做得非常棒 在华人中 她的故事我觉得能开一集来讲 我先问问她 特别神奇的一个女性 超级那是我偶像 然后她在那边也是帮我转了转简历 但在这边北美大家还是得靠自己 就是她帮我作为一个方式去负了这些简历之后 大家就是不会因为有人因为她的面子会去怎样怎样 还是说投了好几个月还是要无音信 石上大海就没有人愿意给这个机会 因为毕竟我当时是在加拿大 人家其他机会全都在美国 然后呢后来又是一个印度大姐 就是一个她她还不是个manager 当时就是个leader 然后她呢就她也觉得她还是那句话 还是觉得你觉得移民过来的不太容易 我愿意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微软中国 包括从微软出去之后 已经做到了这个national HR head 这样的职位 她还是就是其实即使回去 我当时申请一个最junior的 我从contractor重新做起一个 做一个sourcing recruiter这样的一个职位 都没人愿意给这个机会 然后当时她就觉得 我可以理解愿意重头再来的这种决心 然后呢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一个电话就改变了我这几年的移民生活 哎呦眼泪哗哗的 这个一个经过了一般游历 发现自己还是很想回去 然后呢具体怎么又回到微软 在这边微软一步步从零开始做起来了以后 然后又怎么从Kirona又折腾到了温哥华 已经一堆的折腾下期接着聊 四套房到底是怎么办 四套房最关键的还没有 下期再接着聊 住house住够了但我回到北京了 然后下楼就能吃饭下楼就能买菜 下楼就能买衣服 然后还有天车地铁 那时候我住过Bernabee 然后住过温西温东 然后住过烈志文 然后也来过南苏里 一跪就看哪都不好 一跪就吃活到心里 觉得酸就觉得还这么货 我觉得跟命也有关系吧 天气也挺好的 蓝天白云的时候和你阴雨绵绵的时候 就去看房野 抢温西抢了32张 我没那么夸张 我来抢南苏里的 反正就抢一套7个offer 我说你帮我问对方经济 照片是不是真实的 谁也别跟姐抢 姐就要这套房 我就说吧 没事 你就必须买了 相当于相机已经给人家了 不建议都跟我学 很多时候她就觉得 为什么我遇到的人 总是那些让我不开心的人 everything has a solution 然后用中文讲就是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的车技挺差的 这是又一个故事 我曾经一年三个ticket 两个accident 都传说中温西的房费 我想去看看到底有多贵 你说我怎么每次想 就是动了看房的心思 都是在她要上府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每次都是因为你买房 才能上府 不行 然后看看连排的那个 反正公寓就是真的太一笑了 就连我们两口人 我觉得都住不下 上千万的耗子 估计也不好卖吧 当然有钱人的世界 咱也不知道 既然不小心买了个海景房 必须要卖吗 我还以为你都不用卖呢 我就是胆大 感谢大家收看文库华美日生活 咱们下期继续 好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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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